第二章 在古代因为传播条件所限 很多诗人的作品都不可以广泛流传 分分钟要等诗人离世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才多人认识 没什么人像唐朝诗人白居宜 在他还在生的时候 作品已经传遍大江南北 甚至连韩国和日本都有很多读者粉丝 这位亚洲天皇级素的诗人 他的作品有什么魔力 可以俘虜这么多读者呢? 欢迎白居宜 你的作品很快就红遍亚洲 在当时来说真是很厉害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受欢迎呢? 我想和我的诗有关 一首诗最重要是令不同的阶层都看得明白 还要有共鸣 所以我每写一首诗 都会找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婆婆做听众 如果婆婆有哪句听不明白 我就会改 加上我的诗很多时候是反映民生疾苦 比较受百姓欢迎 所以一传十、十传百 很快就多人认识了 听说你很小已经懂得写诗 在当时 每个人都叫你神童 神童我就不敢当了 这个世界太多比我的人 想出人头地 唯有加倍努力 所以我小小已经拨命读书了 读到废寻忘餐 就连纯舌生仓、手爪生茧 我都不会放下本书 听说你十六岁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大事 是啊 当时我从乡下搬去京城长安 畅畅这么大个儿子 第一次离开家人 还要去长安这么大城市 心情真的很紧张 我就去拜访一位前辈 希望得到他的推荐 不过我太小了 又没什么名气 多辛苦才见到他 这位前辈还拿我的名字来说笑 他说你叫白居仪 你知不知道京城的米很贵 居住一点都不容易 当时我听了 我心想 糟了 这次难道要回家 那你最后是怎样解决的 我腾了鸡 手阵阵地拿了我写的一首诗给他看 他一路读 读到第四句 就立刻样子都变了 蛤?你不是激怒他吧? 蛤蛤蛤 我当初都怕是 怎知他拍一拍我肩头 和我说 白居仪 你竟然有这样的文彩 十六岁就写到一首这样的诗 在京城居住一定很容易 完全不用怕 哇!真是很大的鼓励 那究竟哪一首诗可以打动到一位文坛前辈呢? 就是 富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呼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游生 这首诗去到千多年之后的今日 仍然皆知项文 所以说你真是少年得志 一鸣惊人 那你最满意的 又是不是这一首作品呢? 其实我喜欢一些反映时弊的诗多些 好像《麦炭翁》这首诗一样 就是说一位以麦炭为生的老伯 惨被剝削 天寒地冻 还要下大雪 夫人 快点烧熊个炭佬 等屋子暖一点 夫君 那些炭剩下很少了 这么快用完了? 唉 这个冬天真是特别长 好 等我出门买炭先 城南那位买炭翁 应该还在 唉 这位买炭翁真是惨 听人说他无儿无女 自己这么大年纪 头发又白了 还要天天去斩柴埋坛 夫君 你记得多光顾他 唉 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 这个社会真是不公平 放心吧 娘子 我会的了 希望尽少少勉力帮一下他 好漂亮的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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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来来选吧 嘩 真是好冷 咦 不见麦炭佬翁 这位大娘 请问你见不见麦炭翁 你还在那边休息 他今早早就去斩柴 接着又站了几个时辰 唉 真是替他辛苦 你有心的 就帮他买多几斤炭 一定一定 难为这位卖炭佬 还穿那么少衣服 看见他整面都是炭灰 十只手指都黑了 真是难为他了 爸爸 爸爸 哦 公子 是不是卖炭啊 我的炭很漂亮的 今早才在南山那边斩柴燒好的 爸爸 你的炭出了名靓 我知道的 我要五十斤炭 好啊 多谢公子 今天落这么大风雪 你干嘛不休息一下 还要出来埋炭 不可以休息的 手停口停啊 来 五十斤炭啊 谢谢 但是天气真的很冷啊 你又穿这么小衣服 等天气回暖一点 才去斩柴燒炭 不更好 我怕你捱坏身子啊 唉 我宁愿天气冷一点 那才多些人来买炭 否则 我的炭哪里卖得出啊 爸爸 你这儿还有多少炭啊 哦 等我推一下车先啊 千多斤啊 我帮你买了它 蛤 公子 你用不用得了啊 用得了 放心啊 我帮隔离轮舍买了的 你真的用得了才好啊 我不想你撕捨我啊 爸爸 我当然不是施舍你啦 一来我真的需要这些炭 二来你多买几个时辰 一定能卖得出的 我只是提前帮你清掉所有货 让你早点回家休息一下 不过我没有带那么多银两 在身上 要麻烦你跟我回府一趟啦 真是多谢你啦 来 我帮你送点炭回去你府上啊 让我帮你一起推车啦 呜 停车 听到没有啊 你们两个快点停车啊 公子 今次可能卖不到那些炭给你啦 哼 本公公乃是凤皇上之命 出宫采救柴檀 虽然见你们那些炭妈妈咐咐 不过算了 本公公要你们乘车炭 敢问这位公公 请问你出多少钱呢 因为我已经买了这些车炭啊 哼 出多少钱 哼 你见不见我手上拿着些什么 是皇上的亲不斥命 原本一文钱都不用 就可以征用你们车炭 不过本公公大发善心 人呜 把那些丝绸绑在牛角上面 这些丝绸价值连城 换你们车炭有爪啦 好了 不用多谢本公公啦 快点找人推车炭回宫啦 是的公公 你们两个走开点啦 推快点 皇上等着炭啊 公公公 cha 早安 各位都做 FO5 这个丝绸 是我的車探 而不是你的車探 唉 公子 你有心了 我不習慣別人的施捨 我只恨這些幻冠閹人 就敢搶走我們老百姓的財物 不公平 不公平啊 唉 這個故事聽起來真是令人心痛 那時候的太監可以視以妄為的嗎 那時候是有這個規矩 如果公中的物資不夠 就由太監負責去民間市集買 不過那些太監就恃著有特權 欺壓老百姓 經常只是給很少很少錢 甚至錢都不給 就搶走小商戶的貨物 真是和造賊沒有分別 所以我要用詩歌來記錄這些事 告訴世人聽 這些公然搶奪百姓財產的惡行 亦都是因為你的感言和正直 我們才可以從你的詩句當中 知道多些唐朝的社會面貌 正如我所提倡的文章合為時而著 詩歌合為時而作感 寫文章和作詩詞 最重要的是反映社會面貌 為時代發聲 不要只追求文字華麗 埋龍對齊 我們讀書人要用良知去記錄 和去反映這些社會的民生疾苦 這些是讀書人的風骨 亦都是讀書人的使命 所以難怪你的作品要追求淺白 三歲到八十歲都會讀色念 至於你還有很多長篇古詩 又會不會推介幾首呢 那大家可以讀下在下的 《長恨歌》和《琵琶行》 給點評語也好 評語就不敢當了 我們會仔細欣賞的了 麻煩白居兒 角色混亂 đ